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ython 今天咱们的标题 大家请看Python之禅 蟒蛇之禅 Python是有哲学的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 蟒蛇之禅 Python的语言哲学 为什么我要做这期视频 是这样 因为蟒蛇它里面 有这么一个彩蛋 这个彩蛋的内容 就是蟒蛇之禅 蟒蛇哲学的一些个内容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咱们运行 我这地方其实都给您写出来 实战演习部分 咱们马上试一下 好 我这开了一个控制台 然后咱们先进入Python的命令行模式 然后在这里面怎么挑 注意看 input 空格 this 一回车 什么意思 input自己 把自己装进来 好 咱们装完之后 它一回车注意看 go 大家请看 您看到的这些就是蟒蛇之禅 Python之禅 大家看 The Zen of Python Python by 吉姆比特斯 他做的这套蟒蛇之禅 里面是什么内容 里面是咱们编码的一些个建议 或者说一些个规范 推荐您把它读一读 全英文 咱们学习Python的朋友 英文应该都是不错 是吧 有机会您读一读 我今天就不给您读了 我今天就不给您读了 很遗憾 不读了 但是我找到了一篇他的翻译文章 所以说咱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在这地方专门建了一个文件 The Zen of Python 大家请看 就算您的英文不是特别好 包括我 但是我都给您翻译了 不是翻译了 这是我从马上找的 我觉得他们翻译的还算是不错 所以说我把它弄过来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这篇文章 首先说 我认为这个文章里面说的 都是一些个正确的废话 什么意思 您读完它 您觉得事情该这么做 但是没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要不说它升线到哲学阶段 它只是告诉你 你这么做是对的 但是你该怎么做 它并没有说 比如说 我代码该怎么缩近 我代码该怎么简洁 该怎么优美 它没有说 它只是说优美是对的 简洁是对的 简单明了是对的 这个您觉得它说的是 作为蝉来讲是有意义的 作为咱们实际的工作中 其实是没帮助的 但是作为一个蟒蛇的彩蛋的知识 您了解它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今天这一期的内容 给您介绍了一个蟒蛇的词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把这个文章读一下 不能说是对您帮助有好处 起码没有坏处 对不对 好吧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是这样 不是很多 给您介绍了一个小彩蛋 这个代码 我也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这个视频同样会传到YouTube YouTube B站 您就下载观看一下吧 别忘了订阅哦 好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感谢您的观看